雷纳德今天交出25分,8篮板,4助攻,驻美国直篮NBA多伦多鲍龙111-98击退来访的洛杉矶湖人。鲍龙的林书豪今天先发,包括砍进转队后的第一季3分球,共拿下9分。 鲍龙,Norman Powell,1助20分,8篮板,西亚坎,Pascal Saakam,或16分,贾索,Mark Gasol,贡献15分,让鲍龙自2015年至今,对胡人拿下9连胜。 詹姆斯,LeBron James,为胡人攻下全场最高29分,卡鲁索,Alex Caruso,获得16分,朗多,Rajon Rondo,有13分,8助攻,麦吉,J.A.Vale McGee,天的9分,9篮板。 首节33-25领先的鲍龙,四节曾领先达10分,但胡人打出12-2反扑,一度扳平战局,鲍龙包括雷纳德、Kawai Leonard,超节后砍进压哨3分球在内,在第二节尾声打出14-2攻势,在中场以65-54领先。 第三节一度仅以5分领先,但林书豪砍尽他转到暴龙后的第一个3分球,让球队拉开领先,最多领先达13分,并带着6分领先进到末节,再靠着5-0开局,把领先拉开到两位数。 林书豪今天先发打21分钟,包括3分球5投1中,9次出手命中4球,一共拿下9分,另有7篮板,一助攻,一助攻。 在南阳上的课程中